你好,Leo,我们今天的客户是关浩然牧师,关浩然牧师就是我以前的教会的同中派的另外一个教会的同工 很多时候我很多东西不懂就请教他,天天拿着本书,很多东西请教他,也很好,在WhatsApp问一些东西,聊天,邀请他去做访问 从何说起呢?因为我问Leo,很多传途人在香港走,那怎么办呢? 或者是你走不走啊?一会儿你回答我吧,所以不如做访问吧,聊聊天 那Leo,你方不方便说一下你的背景?我不知道在这个YouTube的这个情况下,方不方便说你的一些教会背景?或者各样东西? 教会背景都可以说的,不说教会名字而已,搜索也找到了 一般是很基要派的教会,我们来自中国大陆来香港,大家知道49年之后很多的难民,很多内地的教会来香港 我们的教会就是在那时候一起来香港的一部分 后来就在香港发展,我所属的堂会就是八几年才建立的 我是80年代尾,八七八年左右才参与这个堂会 一直到现在,后来成为童工 那么信仰上口很保守 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些,我们后来越来越发展都是属于基要派传统的了 嗯,其实会不会是Between基要派和福音派呢? 我觉得香港来说,福音派这个概念是不清晰的 而福音派和基要派的差别在香港也不算是很大的 所以我方便我就叫做基要派了 但是叫做福音派我相信也是OK的 因为都没有什么人会觉得我们不是分派,我们是基要派不会 就是香港两个词根本是不同的 是啊,我以前第一间回的教会都是基要派的 就是在那间讲得,因为我们不在那里 那间叫基督徒会堂 基督徒会堂 那还比较基要派的 不过如果有些观众来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究竟基要派和福音派有什么分别呢? 不过今天就不是这个主题的 是啊 那, before Leo 回答,究竟你会不会有机会想,或者想过 或者你是在 plan 或者你是完全不想的 就是会不会离开香港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跟一些香港的同工聊天 那其实呢,上两个星期,罗庆才牧师,就是浸联会的主席 就在退休前几天,就上了飞机走了,大家才知道 那这样的问题 那这样嘛! 那竟然呢,就是我印象中呢,也真的很少了 就是,连无线,有人告诉我 TVB都报道,这叫做新闻 那说真的,一个牧师,移民离开香港 那是不是真的这么有新闻价值呢? 那现在都变成新闻 当然,很多我认识的传道人有些去留,其实也值得探讨的,因为我在澳洲已经四年多了, 其实这个现象或者牧师传道人或者信徒去留的问题,我们澳洲这边的所谓教会的记录徒都关注这件事, 但就未必很直接,因为始终不在香港长时间生活, 我们澳洲之前,有很多电影节目是两边走的, 但我发觉两边走的那些可能没有在长时间香港生活的信徒那种感受, 始终是相差很远下的,所以这个机会,我想了解, 为什么罗牧师离开香港,可以变成一个头条新闻, 其实甚至不是香港,全世界的华人都看到这个新闻, 都觉得是一个话题,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或者你观察到什么? 因为罗牧师做浸联会的主席期间,其实他就香港的一些发展, 都在他的刊物里面会长的话,都很大胆地批评了很多现况, 那时候都已经引起了,比如中国在住港的一些机构, 或者一些的报章,我们可以说是有些中央成份的报章, 所以大家都知道罗牧师的取态在政教关系,或者对教会发声方面, 是受到一些政治压力的, 那浸联会也有一宗新闻,就是他们缓届的时候有人想挑战罗牧师的位置, 希望能够有一对保守的取态的团队, 希望能够取回这个乱局, 后来也是失败了,所以罗牧师后来就联赁了, 是不是大比数成出的? 不过其实这些大四比数, 因为平时都是少数参与的人会投票的, 大部分都不会回去投票的, 所以究竟是很大比数真的很难说, 不过这几件事发生了之后, 所以罗牧师在香港代表了某一种批判政府的力量, 那也在会方, 会里面也有很多牧师, 浸园会, 成员教会, 都觉得罗牧师的带领有些问题, 可以让教会承担了很大的危机, 所以过去江湖传闻常常都有, 罗牧师也是很大压力, 也不会长远在这儿做, 可能做多一届就完成历史任务, 离开了, 那江湖传闻也有这么说的, 但是这宗新闻就是突然间, 罗牧师也说除了很少数人知道之外, 其实呢, 他也没有想得那么快的, 就是他说是, 就是养那只宠物, 催使他, 刚刚有机位, 因为很难找的机位, 是的, 没错, 这些这样的情况, 所以其实是提早了的, 只是在计划, 只是提早了, 但是呢, 我相信民间的兴趣就是在于, 一位有这么多政治压力的牧师, 在政治压力之下, 他离开香港, 那这个呢, 就对某些人来说, 代表了香港的言论自由, 就是论证自由的一种收缩, 那我们都虽然不是说很多政治的课题, 不过呢, 其实香港人里面有不少人很担心, 或者他感觉到, 那个言论的自由, 宗教的自由, 包括了出版的自由, 新闻的自由, 就是很多, 甚至乎现在有人在说出入境的自由等等, 都不再受到保障了, 当然这个香港政府就一定会否认, 他觉得是前所未有的自由, 但是有很多人就这么看, 那种的共鸣很大, 就是当大家觉得这个自由是不断被侵蚀的想法, 这方面有共鸣的人, 对于罗牧斯的离开, 我相信是一种讯号, 此地不宜久留, 或者这些曾经有多大得民心的言论说过的人, 可能也有一些守备要跟随, 那这些整体的忧虑, 我想是共鸣在这里, 那成为新闻的原因, 可能就是有一种风气之下, 就是如果没有这种风气, 那一个牧师就很简单, 是吧? 是吧? 那几年前就走了, 是吧? 就是怕那么多人, 没有小的猫, 不会有人报道, 真的, 我想很多, 譬如牧者, 或者如何如何认识, 任何家庭, 他的移民都很多考虑, 譬如子女, 或者, 很多牧者, 退休团聚也是, 真的很多牧者, 我们以前的教会很多牧师, 都不是牧师, 我们上十年前左右, 有些年龄很大的牧者, 都是一退休, 就去了加拿大, 美国, 因为他的子女在那里, 那你年龄大了, 那怎么照顾呢? 所以很多原因的人, 就是牧者离开, 不过这一刻, 是阿罗牧师, 在牧师之下, 离开, 就有很多想法了, 是啊, 是啊, 其实我也想 visit 回, 刚才你说的, 就是, 就是这个新闻报道出来, 或者一件事, 会使到有很多人, 有刚才说的那种共鸣, 是的, 就是共鸣, 究竟那个共振多大, 多明, 我都想探认一下, 因为, 就是, 我虽然和香港教会的特典姊妹, 都有一定程度的联络, 但是, 不在当中, 那个密博已经没有那么紧密, 但是, 就是, 如果那个共鸣很大, 就是, 我想这个现象都需要, 就是, 我想我自己现在就是在澳洲, 澳洲的基督徒, 或者特典姊妹, 好像刚才那样说, 就是, 有香港的背景也好, 他未必很感受到这个情况,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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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罗牧斯好像都差不多70岁, 是吧? 应该是, 是的, 我小时候过去看他的东西了, 是的, 还有, 可能有些人不太知道, 就是, 罗牧斯是, 其实, 某个程度是一个学者, 他不单只是一个目者, 是的, 就是, 他在圣经研究, 教神学, 有一些, 就是, 关于解释圣经的著作, 其实他都, 反而是, 他的学者的形象多些, 我觉得他, 是的, 是的, 因为他在浸臣退休, 就是离开浸臣之后, 才在堂培福祉, 是的, 是的, 那时候可以转浸, 是的, 没错, 我没有记错, 离开了浸臣之后, 去了转浸, 是的, 那时候我在香港, 我在报道机构, 都有去和转浸合作, 去讲一些话题, 去参与, 就是, 那时候, 罗牧斯也是很低调的, 其实, 我感觉他的人是很低调的, 就是一个谦谦君子, 就是, 但是, 就是, 看回他写的文章, 那时候, 或者, 就是, 他本人, 就是所表达的, 其实, 都好像有少少, 好像, 逼上梁山, 就是, 都不是他, 我就可以觉得, 我觉得他真的不是他人的性情, 是要很激进, 那些人的, 他不是那些人, 完全不是那些人, 憤怒忠念, 憤怒倒念, 对, 不是, 是的, 说话, 说话, 音声, 细气, 是的, 那我就说回, 補充, 刚才Nio也有提醒, 就是, 其实我们, 我和Nio聊天, 今次, 这个所谓访谈, 不是想说, 讲出政治的议题, 真的不是的, 因为, 如果, 特意在, 在这里, 讲这个政治的议题, 也都不是, 我自己, 不是很适合我的姿势, 我也都不是想, 在这里, 撩起这件事, 但是, 这个现象, 实在太普遍了, 现在的情况, 是吧, 那, 我的想法就是, 真的, 真的, 了解得多一点, 让大家都, 就是, 体会到, 原来香港人, 或者一些信徒, 一些牧者, 都是在想这些事情, 其实, 还有一件事, 再早一点, 就是梁永士牧师, 这个都是明目, 很出名的, 没错, 他也是, 他走了, 走了, 走了才回来, 是的, 走了才回来, 是的, 对了, 才跟那些, 特英姊妹, 说 goodbye, 就好像, 抱歉那样, 即是, 没有, 如先说,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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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走了去了, 其实, 梁牧师, 也是, 退休了, 他已经, 是的, 即是,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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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了也是很有影响的, 因为他不是在位置, 罗牧师就不同了, 他还是在会长的时候, 他就走了, 是, 是, 不过, 那个震撼性也很大, 大呀, 大呀, 很惊喜, 是, 因为他也是一个比较多, 对公共议题发声的一个牧者, 是, 是, 那其实, 我就不会, 就是有一个判断, 就是, 觉得他们, 这是他个人的选择, 是不是, 就是, 如果我, 有什么判断, 就是判断自己而已, 那我都离开了香港, 但是, 就是, 会不会是, 就是, 有些人马上会想, 喂, 那你, 我用这个字, 就是, 好像被人感觉就是, 哇, 那些, 那么有分量的, 那么出名的牧师, 都害怕了, 就是, 要离开, 其实, 有没有, 就是, 如果这样看, 会不会, 其实这些, 作为牧者, 我们, 就是所谓, 我们都是同一个界别, 的Circle里面, 其实都有这种这样的讨论, 或者气氛, 就是, 容许我用这些比较, 就是, 怎么说, 直接一点的字眼, 是, 我相信, 怕是会有的, 特别是斩得很前的那些, 是, 是, 譬如我这些, 不见人的那些, 不怕, 那么, 就是, 有些比较前一点的, 真的会, 曾经受过滋扰, 有些是会收到电话, 没有声音的电话, 等等, 都知道, 嗯, 这个是你, 不是看新闻的, 是你认识的朋友, 是, 在圈子中, 在圈子中之中, 那, 所以你说, 那些牧者, 是不是害怕呢? 那么, 我相信, 如果他, 就是, 单身寡老, 他害怕的, 就没那么多, 是, 如果又有子女, 又有配偶, 又有老公, 又有老婆, 还有, 可能, 还担心就是, 我有什么事, 我怎么照顾父母呢? 就是, 有很多家庭责任的问题, 那, 所以你说, 有没有牧者会担心呢? 我相信是有, 嗯, 那么, 担心就是, 往往是家人, 嗯, 他有责任的人, 就, 对于自己安危, 而, 很担心的, 那么, 我, 我, 我没有听过, 但是, 不敢说没有的, 很难估计, 很难估计, 或者他说出来, 他都不说自己害怕, 是啊, 我就是说, 可能有很多原因, 但是, 我听到, 或者认识的人, 其实很多, 很多考虑都是, 都是家庭的考虑, 家庭, 嗯, 嗯, 不过, 就是, 刚才说的那两位牧者都超过70岁, 是啊, 没错, 都, 都, 就是, 好像他自己说, 他自己都没有想过, 这个年纪要走,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我会觉得, 说到一个问题就是, 究竟是不是害怕呢, 其实我这么说, 我都说了, 就是, 那些人都可以这么说, 康牧师是不是害怕, 所以你那时候走, 那我就会想到一个, 看法, 就是可能你, 不知道会不会这么想, 我也想, 印证一下, 大家在, 教会, 里面, 事奉了这么多年, 就是说呢, 其实呢, 其实, 走与不走, 除了说, 那个政局的压力, 或者站得前不前之外呢, 有些就算他不是站得很前的, 但是, 因为那个, 那个张力呢, 可能, 随着日子越来越, 刚才你所说的, 言论自由, 或者, 信仰自由那些收紧呢, 那我是什么一间教会的, 譬如我是on feel, 你也是on feel, 那是木槿一间教会, 其实, 你会不会是, 就是, 如果是走, 就是去留的问题呢, 是要预备一样东西, 就是说, 当那些日子来的时候, 其实你要向那些户友负责任, 你怎样去面对那个, 就是一些的压迹, 你自己那个, 港道啦, 言论啦, 那些呢, 都会随着, 这样的压力呢, 可能, 受着, 这样的压力而改变, 或者, 而, 是的, 就是类似的, 所以呢, 可能走的原因呢, 就是不想做到这一步, 才去, 去, 改变自己的立场, 或者, 甚至, 会不会最极端就是连信仰都改变了, 这样, 就是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 所以走, 或者不走呢, 我就代表不了其他人, 不过我自己的看法, 最多就是那时候呢, 教会是没有, 没有这些这样的牧师的, 嗯, 牧者的, 是吧, 就是说不做牧师, 就是, 教会是不是真的需要有牧师呢,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环境里面, 这样的恶劣的环境里面, 还找一个牧师出来, 他说牧师的功能做什么呢, 就是一个牧师, 除了坐牧的牧师, 也没有什么作为的, 我说到, 要查询, 呈交稿件, 这样, 有个党委书记, 抓边盯着你, 那你做什么做呢, 是吧, 那或者在那个时候, 教会是没有需要有牧师的, 就是如果真的担心到这样的, 这样的环境, 那可能要思考, 就是教会, 倘若, 我不是说现在发生了, 就是在历史当中, 那么多的地方, 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那教会会不会做地下教会呢, 是吧, 地下教会, 就是彼此目两的, 是吧, 群体和小圈子, 小圈子之间就是, 就是, 若跡若离这样的关系, 那也不需要搞什么报道会, 是吧, 也不需要搞, 就是连崇拜也不需要搞, 是吧, 是吧, 网上, 是吧, 我们过去那些牧师要做的事, 根本做不到, 那需要牧师, 是吧, 所以我觉得, 我担心到那时候, 到了那时候, 就不上班才走, 其实, 可能的想法呢, 就是比较保守的, 还在想着, 教会的存在, 或者教会的营运, 是要现在这样的模态, 营运是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 但我的估计就是, 如果这个环境是这么恶劣, 那教会就不会用现在的形态, 嗯, 所以, 我觉得可能是错误的, 不过我说自己的看法, 不一定是其他堂会都会这么看, 嗯, 所以我自己就不会这么想, 反而是, 准备着教会群体里面的, 心境, 以及自己的装备, 嗯, 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 倘若我们面对这样的试练, 嗯, 这样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教会呢, 怎么做基督徒呢, 就是要准备一下, 当然时势一定是被人强了, 因为我们追不上, 追不上时势, 落后于形势, 但是, 方向就是这样, 嗯, 我看到, 你现在, 我知道你那个是 virtual background, 所以, 就是假的, 但是, 其实, 这个是你教会装修的情况, 是吗? 是啊, 这个应该都是去年年底的事情, 是啊,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了, 是啊, 不是这样的了, 是啊, 有些如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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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闻有些教会, 我又想, 不是说证实一下, 就是, 半八卦, 因为呢, 我听到有些教会, 在香港, 有些牧者, 就是, 又跟我们说的那些有点不同的, 就是, 可能他觉得, 没有东西, 现在, 还是很容易, 就是, 怎么说呢, 是一个, 应该要发展的时间, 是不是, 甚至, 扣堂, 便宜了, 因为现在, 这么低迷, 那, 他还很有同心的, 有些教会, 说买, 买, 买, 是, 是, 所以, 现在也是, 就是, 我们基本上的概念就是, 换物业, 嗯, 旧的物业, 去加些钱, 就换一个新的物业, 是, 那, 其实原因就, 就, 和发展有关的, 但是呢, 当然, 不是觉得这个时势, 很值得投资在地产, 因为我们本身有物严, 这个问题就不是投资新的, 嗯, 我们面对的情况呢, 就是那个, 对法例的, 那个, 关注, 嗯, 我们70年代呢, 那时候买入的, 就是, 当然是, 很早期的, 很早期, 70年代, 我们的前辈买入, 那么, 那时候呢, 很多, 教会的, 运作模式呢, 都是, 找一个办公室, 找一个商铺, 那么, 平日呢, 可能做小组啊, 或者是, 就是, 做一些, 訓门训练, 开班的, 是, 但是, 主日才是聚集的, 主日才是大型聚会的, 那么, 就, 一个礼拜, 六日, 六日都是一些小组, 或者是训练, 同工办公的, 只是主日呢, 才是, 那么, 那么, 很多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是, 或者, 那时候呢, 根本就觉得, 你觉得, OK啊, 你, 六日比一日, 这样, 六比一的比例, 那你都没有, 就是, 很大违背, 那个, 那个, 办公室的用途, 那么, 但是, 如果真的, 执政来做, 我们, 主日的时候, 那个, 融纳的人数, 那么多, 也都违背了, 一个, 办公室的用途, 那么, 那, 正是一个, 那么, 就觉得, 这么做都不是办法, 就是, 那么, 好像明知, 这么做, 这么做, 也都好像,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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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一直, 就想找一个, 找一个, 啊, 其实, 我们还做过一些功夫, 我们申请改变建筑运用途, 真是, 入法入子, 搞这些, 那么, 后来也不成功, 因为那些要求, 有些地方, 是我们, 就是, 所以, 我们的想法, 一方面, 就是发展教会, 教会继续在香港要, 要发展, 都需要有个地方接触人, 那么, 那么, 我们就想找个地方, 能够接触民居, 那么, 以前是接触商下, 是的, 商铺, 那么, 那么, 我想接触民居, 那么, 那么, 所以, 这些都是, 发展的时候的需要来的, 那么, 就, 不是因为市道好还是不好, 而是, 我们本身, 旧的物业都存在一些, 法律上的, 的问题,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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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时候, 又是搬塘, 其实都很相似, 就是, 他们还早一点, 他们买的物业, 很早, 又是很旧的, 接着就搬, 那搬的过程, 真的, 要看得很仔细, 我们, 好就好在, 我们已经在搬, 所以, 我们找个地方, 无论那个, 所谓的KPA, 就是那个, 承托力, 要看承托力, 够不够, 可以承托了那么多人, 用途, 大工契的那些, 就是, 去找一个地方, 我们找了很多地方, 那么, 后来, 在那个契那里, 在各样东西都OK, 我们就, 搬去现在的地方, 所以, 就没有你们那个问题了, 但是, 都仍然都是所谓, 香港特色的二楼教会,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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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说起这个问题, 如果这么说, 香港有很多, 以前在, 就是, 刚才说, 无论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买下的那些物业, 是有这个危机的, 就是, 这个危机就是说, 我相信有的, 是, 是, 那就是, 是, 有问题, 刚才我们香港, 早前那些, 叫做迷你仓, 有, 有, 就是, 大问题, 就是, 他, 除了有火警, 之外, 他, 改变了用途, 是啊, 工厦, 就是, 就是, 是政府想出来的, 就是, 翻身工厦, 就是, 再使用, 比如做艺术, 那后来, 就有很多法例, 搞你搞老, 其实, 他背后都是想, 就是, 或者, 知道有些地方, 是不能够做某一种东西的, 但是, 他希望, 能够, 就是, 使用它, 希望, 在条件上改变, 但是, 宗教, 教会, 就, 没有, 特别,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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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如果是那个时候买了, 一直用到现在, 我们没有去改变, 其实, 代表了, 我们, 可能都是不够警觉的, 因为, 现在, 之前防火, 现在就是防疫, 很多都会, 都会问, 你的建筑物的用途, 嗯, 究竟, 跟你, 入纸的时候, 就是, 你买卖的时候, 那个用途是否转了, 如果转了, 你的要求不符合的, 譬如, 走火, 通风, 就是, 很多东西是, 就是, 可能, 没有人追究, 没有人查, 查册, 就, 就没事了, 但是, 真的, 查册, 根本交代不了, 因为真的转变了用途, 嗯, 那么, 我相信, 这是一个危机, 就是, 国内拆十字架, 他问题问什么呢, 就是, 还有什么, 就是, 就是这些理由, 那么, 现在, 说明, 防疫又不行, 那些空气流通又不够, 不知道, 多少个, 多少个循环, 一个小时, 就是, 全部, 全部都死罪, 不是, 现在防疫, 是很有趣的, 就是, 我真的, 没有经历过COVID, 在香港的情况, 他问, 他会问那些问题去, 就是, 看看你聚会, 是不是违规, 或者是否合法, 这样, 现在不会, 现在, 现在宗教, 还没有, 但是他酒楼也说过, 就是, 以前那些食肆, 传染的时候, 又要说, 如何通风教, 又说, 要一个小时, 不知道多少个循环, 那样, 如果食肆也是这样, 那他下一步, 就是为了整个, 整个城市的, 维生健康防疫, 扩展到宗教场所, 那行不行呢, 现在很容易, 很容易过, 现在立法会, 很容易过, 什么都可以, 正当的, 正当的手组, 那你做完这些, 那你还, 就是, 有很多, 很多东西, 我觉得, 就是, 我们都很难预算将来, 不过, 如果已经有很大的漏洞, 而你是去买大小, 在期望, 这些事情, 继续是, 好像过去一样, 没有人去关注, 我觉得, 不实际, 嗯, 不过, 我不是说, 现在政府, 在香港的情况里, 都是针对教会, 我也不是这么说, 我也觉得, 暂时都未见到, 未观察到, 未感受到, 有这样的针对性, 不过, 我就说, 一般情况, 就是, 你做公司, 做什么, 你改变了用途, 那其实, 那是, 已经有问题了, 再加上, 现在我们实际用途, 如果是一个聚集人的, 的场所, 那这个场所, 现在在防疫, 防火这方面的, 我们是否真的合资格呢, 合规格呢, 那这些, 我都是, 都是要, 要思考的问题来的, 嗯, 其实, 就算说, 未到一个, 就是, 好像政府, 特别现在, 很针对宗教, 在香港, 的情况, 但是, 我自己看, 就是说, 去留的问题呢, 其实, 我就听闻, 也是想证实一下, 就是听闻, 其实, 有些教会呢, 都流失了很多信徒的, 而那些信徒呢, 也都是, 那些流失, 特别是, 离开香港啦, 移民啦, 那样啦, 那样啦, 有人叫做逃难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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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走得掉的那些, 其实, 可能都是, 他本身有一定的经济的力量, 或者是专业人士, 或者有外国身份啦, 那, 其实, 有很多教会都是靠那些, 帝英姊妹去支撑住的嘛, 那, 那, 其实, 是不是, 这个情况都挺严重呢, 就是, 我就想说, 是的, 未到, 政府真是说, 认真去, 出手打压信仰呢, 那些教会, 自己都可能, 不是很好, 我还听到, 好像说, 有些教会, 因为这样结束了, 或者合并了, 是不是事实来的, 这个? 我就, 听不到说要合平, 不过, 你说的情况, 我觉得是真的, 因为, 香港的教会, 有, 即不少的教会的情况, 都是有少量的信徒, 是仰起了团会的, 是, 包括了, 可能他热心啦, 另外就是他有经济实力啦, 那, 所以这些就令到, 小部分已经仰起了团会, 那, 这些人呢, 都是最影响的, 譬如呢, 他能够做一只, 那, 而他可能, 刚才我提到, 担心他子女的成长,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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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找一个更加好的环境, 给那些子女, 读书呀, 成长, 那你不用, 每次上课都要讲国家安全, 是吧, 都要讲那些伟大祖国, 就是不用, 你不想有这样的环境的话, 当然这些是好的环境来的, 实际上, 按着大陆的想法, 但是呢, 有些人就不是这么听话, 就是他都已经被西方毒化了, 是, 那他很难在这里, 很难在这里生存, 那他就走了, 是吧, 那走呢, 的确, 昨天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我知道有个堂会, 真的走五六个家庭, 走了五六个家庭之后呢, 他的收入一大部分, 奉收入一大部分, 是没有了的, 所以他, 就算维持现况, 他已经有压力了, 那么, 另外还有同工也是, 就是, 我也有听见一个堂会, 都是同工, 最, 最, 同时间, 有两个同工离开, 嗯, 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堂会, 才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 我身边认识的, 的, 的, 同工离开的, 都, 都不少的, 真的, 其实, 雨伞之后, 都陆着有同工离开的了, 嗯, 但是, 在, 20年, 1920年, 这些时间, 其实那个, 一个, 经过香港, 这么重手的, 叫做, 就是, 恢復这个管治, 全面管治, 嗯, 就有很多人, 真的会走, 那, 所以, 同工又走, 是吧, 中楼抵住的, 唐会, 又走, 所以, 教会会会大洗牌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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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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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没错,只是几个星期而已 变了一些信徒,我相信香港,我们澳洲这边也是 被训练到上网了,不用上教会 我想这个也是再踩脚 我觉得影响大的是大堂会 我的圈子里面比较多是小堂会 小堂会的强项是什么呢?就是人籍关系 多年的朋友都在这里,所以因为COVID 之后大家走,奉献会收入低了,因为它可能少了贡献 但是它的归属感,开放之后再回来 诱因是很高的,我们自己的堂会 就上几个星期都好,我们大概有八成左右回来 但我们八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坐不下,我们租了两个地方 除了自己的地方,还有其他地方 但我们现在香港的法例是三成人后的 是的,我们两边加起来,只不过是我们 疫情前出席人数大概到八成左右 但如果我们的地方是大一点,不受这个限制 我相信可以再多一些人 有些人是回来,不过现在不能回来 或者不回来住的地方,或者有些影响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少少的堂会 人口少的堂会,那个冲击会会低一点 但一上到二三百人的堂会 或者再多的人,但是堂会那种黏合性是低的 受这个冲击都容易打散的 嗯,你讲开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这么说 我想都是一些我们做牧者共同的 所谓在教会的经验上 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那个是重要的 或者是discipleship 或者是那种情 就是弟兄姊妹的那种廉结 其实如果一个covid的冲击 或者一个香港这些 现在这么大的问题的政局环境的冲击 其实那样东西是不变的 那样东西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讲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Leo又未来过澳洲 不是来玩那种 就是我的教会环境 那我们教会 其实如果以你这么说 我们是入于大教会的 因为我们三语教会 但是我们的广东话 在covid之前二月那时候 是去到好几次都差不多500人了 我们两三堂崇拜 那好像是澳洲最多的粤语的群体 我们国语就差不多100人了 英语就百几二百人了 但是小朋友有一百人的 所以我们加上是很多 但是呢 可能我们华埠 而且我们这边的教会 始终没有香港那么密集 没有那么多 那变成了华埠 我们那些 虽然我们的教会是人多 但是人与人的关系 是会比较close一些的 我自己觉得 是的 因为大家华執 就是大家来到 为什么有很多人信主 都是因为一个群体 原来教会是最多人的 就去了教会了 那教会又好 那些弟兄姐妹很helpful 就是变成了慢慢的信主 留在教会里 我觉得可能比香港那种大教会好一点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 澳洲你知道的疫情 算是比较理想 现在我们在街上大部分都不戴口罩 就是整个澳洲都挺ok 是偶尔有时候有些外来传入 又紧张一轮 有措施 那就会没有问题的 又会提升各样的限制 那我们教会 其实算是在华人教会里面 开实体最快的那间 差不多是 第一、第二间 我们六月后就开 所以刚才你说的那句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机遇 当然我们都没有香港的政治难处那么大 但是COVID的影响也是有 但是我们发觉 今天我开同工会才说 我想在去年开到现在 我们是多了几十人 新朋友 不少的真的 很多是新朋友 现在回来的那些 其实都是一个机会 就是你在那些情况之下 都想分享给你知道 我们这个情况 也是这样的 还有很多香港的移民 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关 但是有很多香港的移民 就是有可能来了 几个月的年纪 但是都是很近 这一、两年来的都很多 所以如果一全面开关 应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 是呀 我们现在一全面开关 我们香港就走几十万人 哈哈哈 去英国多些 澳洲的门槛比较高 是的 澳洲所以 英国都是 昨天英国 他就因为BNO 已经能入境了 就是你生存 生不生存到 就常常靠自己 所以其实不一定是中产才能走 反而呢 有些人在香港根本看着环境 弱丸烈 不如 你都 不如去闖一下 所以有 我不可的圈子比较少 但是呢 我知道有些人 真的 会试试去新的环境 做 因为做饮食业 做一些 就是那边有些人是不做的工作 去建筑 这些 如果他是有训练的 有 就是香港拿牌的 那他那边 他都觉得可以试一试 是 是 那我们直接问 有两个问题 你教会有没有多人走呢 第一 还有 就是 会不会描述一下 你教会的心情 现象 就是 我想 从一个 你教会 作为一个 例子 可能都会体会到 就是 香港的教会环境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 有没有想要走呢 哈哈 我 我们 走的人 的人口 通常是 一些 就是 有 小朋友的 家庭 比较多 嗯 我们是有这些家庭的 那 我们的会友里面 这样的家庭走呢 我就知道有三个家庭 那 不算太多 是的 不算太多 那 那 那 年老的一辈 通常都不走的 就是 未去到我们 到这样的地步 以及年纪大 那 認識的人都在香港 有很多 比较少 会 会 考虑离开 那 就 相对于 有个教会有五六个家庭 或深家庭 离开呢 我们这里 就 我未听到 那可能就是他突然间 打个电话来 我们现在已经在英国了 这样也可以 哈哈哈哈 浩州 通知我 浩州 真的不说不买的 不过我说 我知道的 就是会跟我们讲开的 就 真是 走的 有年轻的 都是三个家庭 嗯 嗯 有些我们 譬如 曾经 几个月前 半年前 我们的教育同工 和执事都谈过 会不会离开 那次交流会 里面 似乎 没有什么人 打算长走 有些他本身不是香港人 只是香港人 他本身有 外国护照 他本身是个外国人 那些 其实都是 随时都两边走 明白 但是 由香港人 拿个护照 走路 那些 我们 那次交流会 半年前 资料就没有了 嗯 至于我 我走不走呢 我暂时都没有想着走 嗯 这个都是 呼照 牧羊 托付的问题 嗯 那 有没有一天 我要走呢 就不知道 暂时都没有 这样的想法 嗯 嗯 嗯 其实 要考虑的事情 都是 那些 但是 我想作为牧者 你又可以说多些 你在想什么 就是 刚才你说的 呼照 或者是 一个负担 就是 有时 有些人 这样说 现在有个 说法 就是说 其实 走 和不走 都不是一个 问题 就是不是说 你走就 就是 背弃香港 这样 没有信心 或者怕死 不走 又好像 就是 就是 很伟大 或者是 怎样 就是 现在 我发觉 都 大家都有 大家的 一个 想法 那如果你是 选择不走 那种 其实 here and now 你的想法 就是 因为你都有家庭的 你都有女儿 你都有 就是 一些 可能你都 甚至是 有机会可以走 是吧 就是 可不可以说些 听一下 我 我 自己 现在 就 我觉得 现在香港是面对一个很大的转变 面对一个转变 就是 教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去 活出自己一种信仰的机会 而我觉得 我就要和教会群体一起去摸索 如何活出信仰 那这种说法里面 就不是否定 离开香港的 就是 不是活出信仰 就是 我们整个中派 就是一个 走懒的教会 就是如果没有走懒 我们根本就不在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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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走 不是问题 就是 走 是 怎样走呢 这个是好点 你不敢说 我又不太记得 我们的建议根本就是这样 是的 我们两个 香港两个的建议 两个都是 一个就是 应该是被动走的 走就不能回去 但第二个不同 第二个就是 他是 在广州来香港 那时候 就是广州 不宜久留 很多人都觉得 你不走 以后就坐牢 你都保护不了教会 那时候也是 去香港 去牧羊 有很多人走了 所以 有很多原因 那时候 我们第二个 在香港的 就是 祖辈的牧者 就是 他有感觉 需要离开 就是在香港 那 所以 对我们 我们更加 有这个背景 就是我们更加 不能说 离开 一个地方 因为政治变化 或者是什么原因 不过我自己 就真的觉得 要和 现在 留在香港的 一同 去摸索教会 怎样 走下一步 那 这是我自己 个人的领袖 那 香港 的情况 就是 我们 要有一种 可能在历史的 transaction 想想 我们过去香港 就只是觉得 这个地方 但是 现在 自从90年代 香港移民之后 九七的移民之后 其实 香港人的 分布 已经世界性了 嗯 就是 跟犹太人 秘魯 散居 都是 程度超远 不过 都是这样走 走了很多 那 走走的人 对香港的感情 和 对香港的 identity 你再问他是不是香港人 很多时候 都觉得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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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至少 觉得我和香港人 有很特别的缘分 那 我们今时今日 离开香港的人 其实将香港带走 嗯 那 我们能不能带走的 新的环境里面呢 能够为香港做一些 留在香港 这个地土的人 做不到的事呢 嗯 我觉得 也都可能 可能可以的 嗯 所以我知道有些人 以前说文化中国的人 已经是 就是 根本 根本 背弃了某种的概念 是的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文化香港 我们说文化香港 是不是真的不说得到呢 是 或者我们 加拿大一个 在说 哈哈哈 他 他不是中国 中国 中国是加拿大 香港 中国加拿大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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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其实香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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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的 其实香港存在了 香港这个观念 香港人观念呢 存在了几十年了 所以地土在很久 嗯 有 我们今天所说的 香港的概念 都是几十年 所以我们无需 为这个几十年 存在的概念 就值得永远的 是 今天你都不需要 再说一些以前 已经消失了的 的事情 身份已经无了 我们在历史的 转变当中 那 但是呢 我们现在就在 转变的里面 我们如何为 这个 城市 曾经成长的 城市的人 或者 某一段 我们经历过的 觉得是 很有 很有 价值的 一些 一些的经历 那我们能不能够 在 其他地方 发展光大呢 或者更加 改进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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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香港 转变的转变很快 就是内部的转变 之前呢 很多人都说香港人 只是 维里士图 啊 只是 就是 鲁食 一到 15年呢 你就会发现 原来 有另外一种香港的 嗯 到19年呢 又会见到 真是 另外一种 另一种 香港出现了 新香港 新香港 其实那些是 真的 新香港 我觉得是 有两种新香港 一种就是 北方黎的 新香港 是 另一种是 在香港内部演练的 新香港 对 这种新香港呢 其实是一种意识的觉醒来的 嗯 那 我们可能带有这种 新香港的 意识呢 在 世界其他地方里面 继续发展 是吧 我觉得香港不会直到永远的 所有城市都会 会存亡 会流失 嗯 只有上帝 是 是 那我们无需 无需 为一个地方 一个 就是这样去 觉得 就是 要 就好像 就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的 各族观念 现在 伟大复兴 也是这样 就是 根本不是他 或者是他 有几千年 其实他都是 几十年 嗯 嗯 嗯 这些其实都是过度 将一些 概念 就是永恒化 那 我觉得 我们要承认 香港是会 转变 会 兴起 会滅亡 现在香港 灭亡 未必 灭亡了 就在历史里面 跟别人走 同路 那我就留在香港走 嗯 嗯 有些 有些声音的 是啊 没错 有人进来 有人进来 好 那门钟 那门钟 有电话 OK 嗯 就是 告诉我们 时间差不多 哈哈 我们谈了都差不多 差了几分钟 就一个小时了 是 时间过得很快 那 我想都没有说 总不总结的 但是 其实都有些 都有些 想跟你再谈 就是因为 这个会带出 一个 教会的概念 是吧 就是 比如说 教会在地上 在一个 local church 所谓 那我们这些 移民教会 就是 不知道叫什么 就是 可能是 流晒 但其实流晒 本身去到那里 删了根 又变了local church 或者是 一个 叫做 用语言 用语言 去定义 教会 但是 澳洲这边 我来了这几年 就很体会到 一个 刚才我也提到 三语的教会 那 新一代 就算我们说 香港要保障他们的 广东话 如果要保障他们的 中文 真的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已经是 在那个地方 删了根 但是 所以呢 我来了 我就很体会到 就是一个 澳洲 澳洲 真的是很 多 接纳程度 都高 英语堂 当然主要是 华人 但是有不同的族群 有菲律班 有 白人 都有 不是说 就是 华人教会的英语 就比较少些 其他种族 但是都有 就是 ABC 是有特定的族群 但是 其实呢 我们英语那些 年纪大一点 其实都是香港移民来的 很多都 可以选择去英语教会 但是呢 有时候呢 又是 偶尔 偶尔 又会 在其他 的 华人 我们一起 證择 全福音 都 很有趣的 这些可以慢慢探讨 我自己第一身都会发觉 咦 很不同 和香港的想法 方法 和 处理方法 因为香港 差不多十间 有九间 大半 主要都是 广东话 那种 那种 气氛 那种 情况 都是相当不同 和刚才说的问题 可能这个 可能有机会 又可以谈谈这个问题 其实 去到外面的教会 是如何呢 就是因为我 好像你都 在申福台有访问过 就是 谈开一些问题 申福台不是搞过几次 讲不同埠的教会 是的 不同的地方 英国 台湾 加拿大 很多地方都说的 是的 澳洲那次 澳洲也有 有澳洲那次 就是我们会体会到 其实澳洲可能 都还集中一点 就是不计那些浮仔 不计那些什么 如果说的 我现在说来 其实都相当 我们百多间教会 虽然 不是间间很大 但是 都相对来说 集中一点 那个资源 或者 虽然那个 华人教会的历史 不是很长 就是三四十年左右 最多 但是我发觉英国那些很散的 就是我发觉有些地方那些是很散的 其实我想 就是我会想到 在英国那些 可能它是要 再建立一个 就是好像你说的 流去到那里 再建立一个 就是 不知道什么的一个旅程 去建立他们 那个教会 是一个怎么教会 分散得很重要 我们有三个家庭 那三个家庭呢 都是在英国 英国不同的地方 大家都在BNO BNO 嗯 那里 我听到的有两个 都是比较少的 就是那个 在那个 点里面 的 华人 所以 其实他们的教会生活 都有些困难 是啊 那是另外一个课题 真的 是啊 明白 然后现在很多 现在有的 好像在英国 有一个 就是英国的 香港人的 教会 就是香港新年文的 网上教会 都在搞的 是啊 所以很有趣 就是 我刚才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似乎 大家在网上 被训练了 是更多 去使用网上的聚会认识 就是我教会 都是变了 就是主要学 这样 训练到 每个人都会用 那我们怎么开都行 在主要学 之前就经常想 想那些地方的问题 我想这个 我想香港教会也是 就是 就像你说的 主任牧师 也可以没有 传道人 也可以没有 地方也可以没有 因为 那个已经是 另外一个 另外一件事 已经 可以很不同 是的 那这些都很值得 我们继续去思考 或者实践 就是 譬如说 我现在这样跟你谈 都不会 以前都不是说 做不到的问题 就是 是不会这样想 去有个交易 可以这样去讨论问题 但是 每个人都这样做 那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呢 是不是 是吧 可能谈到一些东西出来 就是 又很直接 又可以很 对应现在很落地的情况 了解一下 以前真的不会 很大件事的嘛 就是越洋电话 那些 是吧 没错 科技都影响了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观念 是的 是的 就是 我们聖餐 有没有想过 有人在家里拿着杯子 就是聖餐 没有那种 但是现在 是不是真的 在网上没有聖餐 也不一定是 因为 因为 我们很多 都透过网上 去 做沟通 和大家 去见面 因为 他当然没有一个 面对面 就是 不能够取代 但是 在 限制之下 要说到这种 是 不可以有 或者是 不达到某种 其他人 又延过其实 所以 在转变我们 我们的关系 嗯 其实 科技上 搞到一些 例如 Cyber Sex 我们究竟 怎样 为照性行为线的关系 这些 其实 科技出现了 我们的亲密 联系 等等各方面 都转变了 那现在 我们 怎样 Being Church 是一个 Cyber Age 我相信很多 新东西可以试 是 是 是 其实破了局 就是 各方面都破了 我觉得 就是 就是 动到 不知现在 去到哪里 就是 我想 大家努力 祝福你 对 大家可以说 对 祝福你 你随时又 又做个Live Show 访问一下我就可以的 我想有意义的交流 很快了,又一个小时了 多谢关系会员牧师Lio接受我们的访问 晚点看看有什么话题 我也在请教你一些东西 看看会不会有整个几个人的Forum 因为那个又是大问题 是的,大问题 这些信徒很需要知道的 那些创造论那些东西 好,那下次就去谈吧 好的 拜拜